你的襯衫為什麼那麼可愛 哈哈哈哈 總覺得出來要輕鬆一點 你都穿這麼可愛的襯衫 對對對就襯衫有點正式 對對對 那有隻小狗看起來比較輕鬆一點 想你了快來update一下近況 欸那個行業到底在做什麼 哇他不是那個好想聽他的故事喔 哇塞你們當我是萬應公啊 那找個舒適的地方聊聊吧 空中小客廳要你畫家常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早安午安晚安 歡迎收聽空中小客廳 我是主持人張若瑤 數位時代大家有用youtube學台灣史嗎 或者看過台灣黑熊化身成黑皮或小黑皮的動畫角色嗎 嗯我比較訝異的是竟然能看到博恩喔 說文學經典 我有點點進去看喔 學霸話經典喔 這些知識性的內容都在YT頻道台灣霸可以搜尋得到喔 這個八年前用動畫說歷史的創舉 是來自四位不同領域的好朋友 那今天來到現場的是負責內容的前高中歷史老師 我們歡迎台灣霸共同創辦人技執行長 蕭語辰 語辰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們有個plus題喔 是 我在其他報道中有看過你說 因為小四 國小四年級讀三國漫畫立下志願想念歷史喔 可是漫畫跟念歷史是兩回事 是天差地遠的 這個志願在執行的過程中你有撞過牆嗎 其實說實在啊 你很難說我在小三小四的時候就立地志願要念歷史 那只是說開啟了我對於歷史這個領域的興趣 對 哇原來以前的故事啊很精彩之類 那時候看的是橫山光輝的三國漫畫 雖然在是日本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套漫畫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覺得對歷史有興趣 所以慢慢例如說上了國中高中 我大概都是那個你知道開學第一天發書 我大概就歷史課本就是第一天我就把它翻完那一種 可是很明確的就是說自己會覺得說 好像可以念歷史系啊 或是未來以歷史當做一個職業等等 那其實是高中的歷史老師的印象 我高中的歷史老師是那個黃春暮老師 也算是目前在教學圈其實是蠻努力 然後一直就是在歷史的教學教法 在努力的就是前輩 那他那時候我記得很有印象 就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就是就有一次上課的時候 他很晚進教室 因為他在處理其他的一些事 我就跟我們說很抱歉 然後他就很忙有很多那個外務 然後就跟我們說跟他很快樂 就他就覺得就說 其實他也是很小就很喜歡歷史 然後現在可以把歷史當做工作 還可以跟大家分享歷史 然後就能夠活下來 他覺得非常開心 所以我那時候就看到老師那樣子 就是很忙碌 但是整個人是在發亮的 我就覺得想要變得跟他一樣 所以你後來背年代背那個名字 就有比較會背了 其實我都覺得歷史真的本質上 你要學得好 都不太需要背那些東西 真的嗎 可是考試都考那些啊 沒有這就是問題了 就是考試在考的 都不是歷史核心該教的東西 那你怎麼度過那一段 不會啊 因為說得在的 你重點還是一個邏輯的脈絡 跟去推敲這個當下 你當然對於大的一個時序發展 要有一個掌握 但是脈絡掌握其實遠高過一個 系數的年代或人民的寄送 你可以想像嘛就是說 你如果到我們現在 你說1453年的東博羅馬帝國滅亡 你到底記得這個東西要幹嘛 就對於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有什麼幫助 我記得跟不記得有差嗎 對沒錯 當你沒差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也不是歷史 應該要教的東西 對 就是我們應該教的是 到底歷史之餘我們 例如說看待這個世界 能有什麼樣的一個幫助 你知道我講的話 我們怎麼樣讓大家 真的在目前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的爭執 有很多的一些價值衝突對立 我們能不能放上一個時間的角度 然後讓你在這樣子 一個看到一個時間深度的時候 你不會把現在 大家在吵東西 或是你現在很堅持的事情 視為理所當然 我覺得這是 學歷史蠻重要的一個點 對 所以就是你其實是要學那個 朝代裡面 然後遇到的狀況怎麼解決 然後這些東西怎麼給未來 給我們或是給後世帶來一些 我覺得也不是 也不是 因為說的在那 那有點像是坊間的成功學 會在講的東西 例如說 諸葛亮的管理學 然後帶你說什麼 之類的 我跟你講我覺得那都是 有點就是挪用 就是說其實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一個脈絡 跟決策的一個背景 其實你真的要看的 你說他能不能對我們 當下做事情 古代人的選擇有些幫助 Maybe 但是老實說 大部分這種 我剛才講的這種 成功學 把歷史援引成成功學的書籍 往往都只是 你知道嗎 就套用一個古代 但其實都曲解古代 當時候發生的一個情形 因為不同時代的一個背景脈絡 其實就是不一樣 那你最喜歡 自己最喜歡哪一段歷史 你知道我講 應該還是三國啦 就是畢竟從小就是被 中國三國時期的這個氛圍 所感染 千古風流人物 所以我一直到今天 到現在一直都沒有 契罪的漫畫 就活鳳燎原 一直在談三國的 對所以 那我最經常 例如說 在我們故事平台上面 就是一定會follow的作者 就是普通人 就是專門在寫三國的一些 知識轉譯內容的作者 那三國裡面 你最喜歡哪個角色 最喜歡哪個角色 你要我選的話 我當然還是會選諸葛亮吧 就是很沒創意 就是 但我應該還是會選他 為什麼喜歡他 多數人對於諸葛亮印象 大概都是三國演藝的印象 就是決策 就是很厲害 就是很神奇 但實質上面的諸葛亮 並不是一個軍事上面的常才 就他真的能幹的地方 也都不是什麼指揮軍隊或幹嘛 其實是內政 對 他其實是在整個管理面 其實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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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大的 對 所以如何在一個就是怎麼講 在一個在這個困局底下 然後很務實的透過 譬如說制度的一個建立 那人員的一個管理 然後讓一個體系 能夠很好的一個運作 我覺得包含當我現在 是公司的執行長 然後帶領目前 台灣吧這邊有50個夥伴 嗯 我故事那邊有20個夥伴 那加起來快70個人 那在我這邊的管理底下 如何讓他有一個制度性的運行 讓這個這些夥伴 都能夠發揮自己的常才 那我們能夠創 開創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那我覺得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啦 所以我覺得諸葛亮一直還是我 一個蠻好的一個 你知道model 嗯 你們70個人平均年齡大概多少 不一定有高有低 但現在大部分年齡都應該比我低啦 因為平均應該在25歲上下吧 哇 好年輕的 好年輕的當我欸 我應該是偏年紀偏大的了 你是年紀偏大 你不是才33 我對33 對對對 就是我是說在團隊的 平均組成來說 你們這樣子叫超過30幾歲的人 情何以看 就是 因為還是偏年輕的確啦 團隊 好 那你讀書讀進去 或跟講出來讓人家聽懂是不一樣的喔 那你還記不記得你第一次教的歷史課是教什麼內容 我記得我記得 那個第一次教一定蠻印象深刻 當然啦 所謂第一次教你都很難說那個第一次正式教的那個情境 那我們通常會說因為畢竟我還是走過那個示範體系一趟嘛 所以我們我們在教程畢業之後會進學校實習 那實習在結束的時候會有一個最正式的一個教學演示的一個課程 就你真的實際上面帶一個班級 教一堂課 然後包含你大學的教授啊 然後在學校指導你的老師啊 都會在台下最後面關課 就那是一個有點就是就是sure 雖然是真的在上課 那那堂課其實也是我之前啊 我的指導老師也就是把一個班級放給我教 然後我就會在我教的裡面 選一堂課我覺得那個反差最大的 小朋友的那個反應是最好的 那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上的就是那個 在台灣日日時期黃明化運動的這一段歷史 對那我那時候會上那段歷史也是因為 其實這段歷史大家的認知跟理解 其實有蠻大的落差 我想現在多數其實在對於台灣史 樂區熟悉的一個狀況之下好很多了 可是以前就覺得說 當時候日本然後在推黃明化運動 就是政治宣傳啊之類的 但到底當時候對於人民的影響是什麼 其實多數人不是很清楚 對 那你當歷史老師教學現場有沒有講 哪一段歷史讓你覺得 好難喔 其實會 我還記得就是尤其是同時在學校教書 然後我有一年是白天在教書 晚上在就是做台灣吧的內容 對那一年其實我能夠認真去 例如說閱讀啊 背課時間比較少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在教 同時在教高一高二 就是跨班 其實跨班真的很累 因為你的教材等於高一高二教的是完全不同的 那時候高二正在教中國的近現代史 我就覺得教的非常非常痛苦 近現代史是什麼時候 近現代史大概就是晚清 晚清以後 晚清到民國 然後軍閥混戰啊 然後到國共內戰啊 很混亂 對 所以那一段我自己的掌握度不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大部分 當然課本的 談的內容我當然熟悉 對可是我大爺就只能夠把課本的那一套 然後大概再多一點東西出來 我自己覺得不是真的很掌握 到底孩子了解這段歷史 或者自己掌握這段歷史 傳遞這段歷史 最本質的意義是什麼 對像如果談台灣史 我大概知道每一段 談這段東西 對於傳遞而言意義在哪裡 你會有個核心價值觀念想要告訴大家 但學中國近現代史的時候 然後交的時候我自己非常的 就是飄 對 飄就是 但我知道它本質 這個 這段時間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它也是影響 為什麼台灣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跟中共之間的一個 兩岸對峙的一個局面 其實看中國近現代史 或是了解這個脈絡其實是非常關鍵的 對可是這也是 我覺得那時候最沒腳好的 對所以我後來其實在前年 我們就做了一檔 就在談台灣近現代史的節目 對那做了一系列八九支影片 我覺得有點在彌補 對對對 那我重新 然後今天我用台灣霸的內容 重新來談這段歷史 會怎麼談 我們從辛亥革命 那一路談到當代 包含習近平主長 時期的一個中國的一個樣貌 帶大家去理解 對 所以算是重新賦予個觀點 我們要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尤其是怎麼樣用世界史的角度 去看當時候的中國 所以也不是用我們 比如說亞洲 而是用世界史的角度去看 對對對 我們那整個節目的名稱就是 動畫世界史 對 動畫世界史的中國篇 對 就是說你應該拉出一個 當然 你所謂世界 當然一定有蠻多時候是亞洲的視角 例如說在當時候 韓國 日本跟中國之間的一個角力問題 或者說 當我們在談到中國的五四運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談到 我們過去上歷史課在談 中國五四運動 就是中國五四運動 可是整個五四運動 其實受到韓國三一運動的影響 對 那把這個影響再帶回中國的時候 才導致後來的五四運動發生 對 可是過去我們不會太常談 原來韓國三一運動影響到我們 其實這應該要共同一起看 對對對 你應該放到一個更大的格局去看 就是當你說你談中國史字 在中國去談的時候 其實非常非常狹隘的 剛剛講到成立台灣吧 你們成立台灣吧起心動念是2013年 要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嗎 這簡直說是我個人的目標 因為我們四個人的起心動念都不一樣 對 可是隔年又遇到太陽花雪域 那個大環境的氛圍 所以你們台灣吧 當時一支賣台後騰賞的如意算盤爆紅 然後這支影片在YT現在已經有261萬的觀看次數 然後可是在2014年它上架以後 不管是教學現場 你那個時候還在當老師嗎 或是老師群組之間 對它的接受度高嗎 其實還行啦 因為說實在的在當時候 我們很難知道在學校的接受度如何 因為說實在我們能夠看到都是網路數據 對 所以但最起碼我身邊的人 因為畢竟我在教學現場嘛 所以就是反應都還行 對 年輕人比較容易接受 一定的 那比較年紀大的老師呢 你的同僚呢 呃 說實在因為畢竟是同僚 所以也不會多說什麼 就是即使不接受大概也不會跟我說 但當然你可以看得出來 即使說年輕人接受 但你看那個影片下方的留言區 大概尤其我們早期 動畫台灣史之後 說每支影片下面都有各種正反立場 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這個 雖然我們現在講這個詞 講得很輕鬆 可是那個時候這種詞 講出來應該算很重 就 你是說哪種詞 麥台啊 然後 而且有人 有人又比較喜歡日本嘛 有人又比較喜歡中國嘛 所以你那支影片一定 不會 但其實我們後來最有爭議的 其實是我們做228那支影片 對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我們本來就 一開始刻意 一開始選 第一開始 第0級做賣台 我們就是當然就是刻意要 把大家 吵最兇的事情 然後在歷史上 我們如何去切入來看 然後 做一些呼應 對 所以那個賣台當然不是在當下那個 對 不是說當下的政治賣台情形 對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在講的是 歷史的一個過程 對日書期 日本想把台灣賣掉 這是對於大家而言 沒有想過 日本好不容易有一個第一個殖民地 怎麼會想把台灣賣掉 那你就沒有殖民地了 對 所以把那個脈絡跟過程 讓大家知道 就原來我們現在講賣台 曾經還真的想把台灣賣掉過 但你從這個歷史的建議 你又可以獲得什麼東西 對 那這是我們想要討論的 嗯 你在這支影片之前 你已經有用這樣的轉譯的方式 在課堂上給同學上過課了嗎 其實我覺得我們 我會處理這些內容 很大的程度 也都是在我頭兩年教書的時候 我在課堂上 欸我發現原來我講這個部分 同學們對他們既有認知的那個反差 是最大的 就覺得哇怎麼會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往往你遇到這種時刻 你就會覺得很爽 覺得哇真的打到你了 對 就你講的跟課本不一樣的是不是 我覺得核心有時候 當然一定是要跟課本不一樣 對 可是因為課本就很無聊 對 所以重點都是你沒有找到 像我試著 剛剛有講到我覺得 最有印象深刻就是講黃明話 對不對 然後像黃明話的時候 我就有問 在19大概43年 第一次日本在推行黃明話之後 然後因為兵員不夠 開始在台灣 就是募集啊 要台灣人來幫日本打仗的阿兵哥 然後就是就問大家說 欸他們第一批募好像募 我有點忘記數據了 五千人左右吧 然後就問大家有多少人來報名 是自願的 自願報名參加 那你大概可以想像 啊又幫日本人打仗 瘋了嗎誰想要當兵 然後所以立刻同學就會回答 零人就沒有人要報名 或私人五人 然後我都會說 再高再高 然後高到大家 大概喊到其實就是 六七千人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不可思議了 然後我告訴大家 大概六萬多人 然後去搶 就是很少的一個名額 所以而且是為了去打仗喔 所以大家其實是很難想像 在那一個時代氛圍底下 大家是怎麼樣去看待自己的認同 對 然後大家也知道 就是日本是在殖民台灣 對 但是在那個時候的一個氛圍 會有一種 那我不想要輸給日本人的感覺 就是我要比日本人更日本人 來以此證明一些事情 就是那時候的一個認同 其實是非常複雜 甚至矛盾的 對 然後體現在幫日本人打仗 當日本阿兵哥這件事情 你更能夠從這個數據 你就可以看到說 啊 跟我們現在想像完全不一樣 像現在光是你說 要當兵 就是大家百般不願意 對對對 你可能難能夠想像那個 可是把這個落差突顯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在知識上面被打擊到 被打擊到 你會重新思考 喔 我可以怎麼等 可是你講的東西跟課本上不一樣 考試的時候怎麼辦 其實說得再來也不會不一樣 應該就是說我們試著去補充 對 對 對 補充更多的細節 因為說得在大脈絡 那個所謂的不一樣 只是我們帶有更多的觀點跟視角 來切入這段歷史 而課本提供的 比較像是一個 維基百科會提供的東西 就他列邊年 然後你把那個等於說 他比較立體的發生的一些故事 讓你去更記得說 這件事情為什麼會發生這樣 就像你說啊 為什麼多數人會討厭歷史 就是就像你說啊 就是要被年代 事件 對對對 我們有遇到好的歷史老師 對 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說這些年代跟事件 都不是重點 可是它會是一個材料 就跟 例如說 好我要了解一些 就是當下有些議題 你還是得獲得一些 資訊 information 對不對 大家正在吵什麼 如果涉及到一個法案的討論 法案本身是什麼 你還是要了解嘛 可是了解完以後 難怪你就知道了 沒有嘛 你要知道那最後 實際上面 你應該站在哪樣的觀點 你要怎麼樣推進這個議題的討論 對不對 那實際上你看在歷史也是一樣 你會有information 對 可是這些information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怎麼樣去重新編排這些information之後 然後給予你認識這段歷史的一個知識 對 知識跟資訊是不一樣的 對 可必須要說我們課本是資訊的堆疊 對 那可是沒有一個好的編排 所以你真的去看 為什麼我們動畫台灣史 在現階段的中小學 它普及度非常非常高 老師基本上都用我們的影片來輔助教學 因為我們講的東西就是課本在講的東西 對 所以老師大概用了你基本上課本大概講的重點 好像都帶一道 但是課本帶重點的方式是無聊的 是沒有邏輯脈絡的 它就是資訊的鋪排 但我們重新用一個比較有問題意識的方式 重新串出這些知識的時候 你會跟著我們走的下去 就是它等於說我在看這個歷史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我要去看什麼價值 或我要去看什麼樣重要的 對 你要討論什麼事情 對 沒錯沒錯沒錯 欸 可是這樣 因為我聽你在別話開始講說 你講被老師投訴還是抱怨不是嗎 為什麼 喔 你是說我那個 被很多老師抱怨是因為現在 其實使用我們影片頻率最高的 是小學五六年級 那你可以想像小學五六年級 其實要看我們人的 尤其比較知識含量比較高的影片 其實有點辛苦 對 所以很多小朋友或是會抱怨速度太快 就是跟不上 對 那所以我們就很多這樣 會抱怨你們速度不能放慢一點嗎 或之類的 對對對 但是老實說我們本來 尤其很早其實這些影片 製作就不是為了小學生 其實的確是為了 其實比較說的話其實是為了大人 就是跟我們當時候二十幾歲 年齡相仿的我們這些人 其實對於過去的歷史學習 並不是很熟悉 甚至對於台灣史幾乎沒什麼上到 對 那我們其實是在幫這些人做再教育 你可以這樣說 所以並不是為了小學生 所以自然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可是老師的問題 並不是我們在過去那個作品可以滿足的 那其實我們現在就在想 那我們能不能做新的內容 能夠解決小朋友的需求 他可以按慢速啊 沒錯沒錯 但因為必須要說在課堂播放的情境 老師多半是download下來了 對對對 那download下來就比較難 有一個快慢的處理 對對對 因為學校網路 現在越來越好 但很多時候學校網路不是很好 他如果直接放youtube 像我自己以前教授的也是啊 我一定是 我要的所有的影像素材啊幹嘛 我一定都是先download下來 我是小雨晨 你現在收聽的是空中小客廳 你覺得做歷史喔 需要有自己的觀點嗎 就是說你對這件事情 是不是已經先有觀點了 還是其實你是要做一個 嗯 講了很多東西 但是你沒有給觀點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我自己覺得回到我們現在當代 所有的一個知識的一個傳遞 我覺得都應該要有觀點 應該要有觀點 對 就應該都要有觀點 因為那當然你可以說 這個觀點會不會有一點偏頗 或是就是實際上面有別的更好的觀點 一定都是 對 但是你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為了求一個表象的中立客觀 然後就你知道就是啊 就東講一點西講耶 然後最後就啊你自己決定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最後的論語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維基百科就是課本嘛 反正我什麼都講 但我也不知道我該 我該怎麼看待這些資訊 那在這麼資訊龐雜的時候 這樣的東西倒給觀眾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觀眾已經獲得太多的資訊了 對 那可是要有啟發他的東西是 他可能現在用A觀點去想事情 當你可以給他一個B觀點的時候 他才會產生一些思想上的一個激盪跟刺激 他也許不見得接受你B的觀點 但也許因為B的觀點有些地方說服了他 他的A觀點可能會做到某種程度的修正變成A plus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當代去看整個資訊環境 我們的目標都是希望找到一個群體的共識 然後在這個群體共識能夠建立的情形底下 推進整個社會的進步 就是我們最底層最底層想要達成的一個結果 所以那怎麼樣推進共識 推進共識的一個點就像剛才說 就是我們必須要透過不斷的一個對話 不斷觀點的一個對撞溝通 然後慢慢的 我以為是A你覺得是B 結果不見得是A說服B或B說服A 也許我們共同發現C才是對 不一定是對的 就是暫時性的正確 我們往這方向走 你的震盪從哪裡來是 你們有辦座談嗎 有辦討論嗎 震盪 因為你剛說你們會有一些震盪討論嗎 才會不斷不斷的去 不過我剛剛講的是我們希望創造了一個輿論氛圍 是剛才這個樣子 對 可是所以我們回過頭來 那作為一個資訊的一個提供者 那我們要想的事情就是我們現在提供這個資訊 對於現在大家對於這件事情的理解 是不是剛好能夠有一個碰撞 所以像我剛才說的 就是我們在想的事情是 現在觀眾如果多數人是想A 用A來理解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盡可能給個B 所以我們一定會給觀點 但不是說這個觀點我們一定相信 或是我們覺得它一定沒有問題 但它也有某種程度 一定都是有事實支撐的 我們不會提供一個沒有事實支撐的一個說法 那就是變成陰謀論的你知道嗎 譬如說像服帽好了 假設大家現在在反服帽 那你可能就會 你們這邊可能假設啦 就會做一個B觀點就是說 其實服帽它有什麼什麼樣的好處 或是什麼樣什麼樣的那個 甚至有個西觀點是說 其實服帽它在這個時機點 它可能對於台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如果不是這個時機點 然後它可能是怎麼樣怎麼樣 就會類似像這樣子的嗎 我不確定我們講的服帽是不是一樣 但可能有點遠 如果我們講當代一點的 例如說前陣子那個強力代普的官司 就也類似好了 你會發現在官司開始打 然後到好一陣子 在那個整個輿論就全面偏向強力代普 對 就是他就哇很可憐 然後甚至開始回過頭來 再指責metoo運動等等 那如果整個輿論氛圍是這樣 那如果我們來處理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我們就會從反面的觀點就是多去談 在例如說那個反面的觀點不見得完全全然反面 也許是只是不同視角 它那個不同視角也不見得是要反對 就是支持強力代普的人 就例如說如果我們從 例如說怎麼講 例如說正在metoo運動的一個核心去看它的困境 那我們可以怎麼去看 或是如果大家都支持強力代普 對於整個社會可能產生怎樣不好的一個影響 那或是我們有沒有怎樣的新的解方跟觀點 來重新去審視這件事情 對 因為必須要說啊 家務事 你外人怎麼看都看不出對錯的 對 那我們其實都被這個官司啊怎麼樣去帶著走 所以我們就會可能會切入不同的這樣的一個視角來談 就不會跟著大家一起去罵安博 然後就一直在捧強力代普 可是當然多數的一般的媒體 如果你要有流量 你就跟著大家罵 跟著情緒走 你就有流量 這大概就是我們會選擇做的事情 好 你們一直動畫製作的時間或人力成本都不低嘛 對不對 那你們公司的發展 其實有經過一個轉折期嗎 的確 我覺得核心的轉折期的確2016年沒錯 但是賠錢然後最辛苦的其實是 其實應該就是這兩年都蠻辛苦 2015 2016年 但我們發現就是2014年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起頭 然後透過群眾集資 然後的確有兩三百萬進帳 然後讓我們整個節目 然後跟公司能夠走下去 但2015年我們就賠錢了 後來有賺錢之後你們找多少人進來 後來有賺錢其實也沒有幾個欸 對就是個位數字兩三個 我們當然一定要有一些行政啊 然後有一些技術型的人員 對 但一定一直都有在換寫 對 但真的正是開始覺得 要有一個比較穩固的組織在做 因為其實2014到2015 大家都有點project的性質在做 就那時候 包含我們還開啟了一些 例如說 哲學哲學雞蛋糕 我們做哲學的知識 做故事台北 然後做一些地方的一些文化等等 那可是那些project都是 欸這一個節目 這製作線要做 我們才找人進來 所以本來那個節目結束了 人就會散 對 那我們就用project project的形式 然後所以後來發現這樣走 這整個2015年這樣走完全不行 因為單一專案的成本其實很高 但是很多專案的income其實也都很有限 像哲學哲學雞蛋糕完全賠錢 就是做哲學的節目 雖然說我覺得我還算喜歡這個節目 就是我們那時候想的東西 就跟剛剛Royal講的一樣 就是歷史很無聊 那我們到底能不能重新編排這知識 幫大家重新提取 就是談論歷史的意義 那哲學也是一樣 大家都覺得念哲學系要幹嘛 就是哲學系一直包含在台大 在我念書的時候都是大家在轉系的 想不然先進台大再轉系的一個科系 就大家不知道念哲學系要幹嘛 可是一樣嘛 就是在我的觀點就是 沒有一個知識是不需要存在 如果不需要存在 他就不會需要 他就不應該在那邊 那現在還在那邊一定有意義跟價值 所以你只做了歷史跟哲學 我們做很多東西 我們還有做過法律經濟學 法律經濟沒興趣 你做人類學 實驗科學 對對對我們做很多東西 你有做人類學嗎 人類學沒有 我有興趣 人類學我自己很有興趣 不過就是 其實現在的確我們最大的問題 都不是我們有沒有興趣 對 而是有沒有資源 你們是2016年 你後來自己直接辭去教職是不是 我其實2015年就辭去教職了 在學校是學年制的 對 所以我怎麼樣都要把一學年教完 所以我到2015年8月 就是那個整個學年走完的時候 我就完全離開學校 然後就是正式的全新投入公司的經營 所以整個2015年 我在我正式投入公司經營以後就發現 本來這樣子的一個整個公司的運作 真的不太行啦 所以2016年其實算是一個重新用一個制度化的方式 就是經營公司的一個元年 對 我們開始招聘 開始比較認真的開始在招聘員工 而且是常態性的員工 然後更有財務管理的一個規模 部門的編制 那都是2016年開始 包括因為我們是影像製作為主嘛 所以負責處理內容的創意部門 負責處理視覺 畫面動畫的視覺部門 混音配樂後期的聲音部門 整個部門的編制也是2016年開始建立的 所以你一下這樣開了這麼多類目 開了多少人出來這樣子 應該那時候也不知道非常多啦 大概20個人內 20個 10多個人 本來從各位數變10多個這樣子 其實不會擔心說 因為每個月心血都要發出去啊 是啊是啊 其實當時 現在壓力更大 現在50個人 可是當時候其實我們也是在 就是在商業模式上面做出一些調整 就是必須要說2015年以前 我們其實蠻倔的 就是我們就覺得啊 像動畫台灣史 我們做自己想做的東西 然後就有人願意支持 不論是群眾的支持 還是企業的支持 像那時候有新竹物流贊助我們 就覺得啊我們可以把自己想做的事情 找到資源然後往下走下去 2015年就發現這樣不行 就不是所有的節目 都可以複製動畫台灣史的成功 沒有辦法 多數的節目是你錢燒完了 然後都還沒有銀行進來 所以2016年我們就開啟了跟外部的合作 引入外部的一些製作的經費 或是其實有人要做一些內容行銷 那其實是我們幫得上忙的 我們就開始接案 對所以2016年以後也是我們開始 稍微放下身段 開始 開始接案就是要有一些專案的收入 來養活我們自己想做的內容 好這有兩個問題喔第一個就是 你怎麼會選擇放下教職 而不是放下台灣吧 因為他一直在燒錢啊在那個時候 是是是是 2016年的確我們還 四個共同創辦人 大家就投了一堆錢進去 對啊對啊為什麼 我把我前幾年教書的級距都丟進去 對你那個時候為什麼會想不 其實 其實對我來說 大家很常問我這個問題 但我一直都覺得我的選擇非常的容易欸 真的喔 因為我覺得在那個時間點就是一個十字路口嘛 對不對 我要嘛選擇就是留在學校 然後就是 但我如果選擇留在學校 的確在那個時候台灣吧的一個情形底下 就是創業違建的情形底下 可能就掰了 對就是你很難同時心力過要兩遍 但如果我選擇在台灣吧 學校會掰嗎 學校不會啊 學校還在對不對 當然你必須要重新考回學校 但學校是不會消失的一個地方 所以對我來說的選擇就是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就是欸我們本來是一個project 本來只是想要做一些內容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始沒有辭職 就是我們一開始根本沒有想要創業 我們一開始就覺得 欸需要做一些不一樣的內容 我們就試試看 然後發現欸原來這個 這個世代需要這樣子的內容 那我們如何讓他用一個組織的方式 好好的持續的產製這些內容 所以才成立公司 對所以對我來說 做得環節點很簡單 如果我那時候選擇留在學校 可能五年後十年後 我再想要再做一個台灣吧 不可能嘛 沒有那個時間點 沒有那個時間點 沒有剛剛好那個 沒錯 Timing很重要 所以可是到我如果選擇 先繼續投入台灣吧 也許再走兩年三年 也許那時候他可能會走不下去 然後收了 那時候我就再回來學校 對所以我還是有給自己設一個停存點 包括我們那時候投了錢進去 那如果真的再幾年都不行 我們大概一定還是會收掉 但還算幸運我們就走下去了 那就走到今天 放下身段是怎樣的放下身段 因為你後來說 變成有規模的去拓展廣告業務 有角色身份轉換的過渡期嗎 我覺得一定會有啦 因為說實在的我就不是一個 我不是一個商學院出生人 我自己覺得我到現在做生意 我大概都還是蠻秉持一個就是 我覺得誠實還是我自己最大的武器 第一次去談case的時候怎麼樣 你有緊張嗎 還是你有沒有會不會談 你有沒有被 其實我都覺得在這段過程 累的或辛苦的都不是對外談case 我覺得辛苦的都是對內管理 為什麼 就是像剛剛講的 因為我不是一個商學院出生 所以你知道對內 比如說你知道財務管理的原則啊 或是人事制度啊等等啊 這些公司經營很多這些事情 對我來說都是你知道 我就是baby等級的 就是這些東西完全不 但對外為什麼不困難 因為台灣爸很幸運 台灣爸我們在第一年 在當時候的社會 就有一定程度的品牌知名度 所以必須要說 我們多數的一個業務案件 都是被動來的 就大家就主動來問說 欸他們有些合作想要找我們 我們其實在早期 其實到今天都是啊 我們大概都還是有蠻充裕的 選案空間 就是別人在找我們 這個OK 我們就合作 不OK 或是不符合我們品牌調整 就不合作 我們還不太需要就是說 啊你不認識我 我要跟你去提案 都不需要這個樣子 剛剛很感嘆的說放下身段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心路過程呢 我覺得那個放下身段指的是 你對於一開始起心動念 要投入台灣吧的一個 一個期許 對 像我剛才說的嘛 因為我們一開始 覺得成立公司 有沒有 就有一個很好的 有一個很理想的樣貌 我們就可以 只做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我們不用結案 然後做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然後大家喜歡 然後自然而然這個東西 有income 可是這件事情 我剛才講 2015年就發現 不成 就是沒有辦法成功 我們2015年的好幾檔節目 其實都是失敗的 所以我們被迫必須要 建立一個新的模式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 就是穩定的income收入 所以必須要說到今天 專案型的收入 在台灣吧 都還是蠻重要的一個收入來源 那透過專案收入 再來發展 跟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核心的放下身段 是這件事情 我們本來希望 都只做我們自己想做的東西 但沒有辦法 我們必須要騰出 蠻重要的心力 來維持公司的一個生計 對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跟市場的妥協 跟環境的妥協 但我覺得這個妥協是 但15年來說已經是必要的 剛開始會覺得 就做那些 會嗎 我覺得多少會 但是我覺得 我們自己在妥協的過程當中 當然就是像我剛才說 我們幸運的點就是 我們還是都可以找到 別人來找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像客客站 就是我們並不是在幫人家賣一個產品 我們是在幫客家電視台 找到一個更好的方式來詮釋客家文化 對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節目 本質對於 至於我們自己的認同跟起心動念 還是某種程度的貼合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違背自己的什麼心情之類 但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我選好 因為我個人不是客家人 所以如果今天在沒有資源限制底下 然後我完全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內容 跟這個社會溝通 客家文化內容 相對來說 它的priority不會那麼前面 對 可是因為客家電視台支持的關係 那我們就可以 它的順位就可以 比較前面 為什麼同事會叫你 湯瑪士小火車 這個真的是 這凌晨害的啦 對對對 因為我英文名字叫湯瑪士 對對對 所以他們就會亂取綽號 那凌晨就是我們 早期我們團隊就火爆 然後就亂取綽號 就叫小火車 對對對 所以是一個 對 我不想要但是 已經目已成舟 我就只能這樣 好 我現在來一個plus題 當花絮有兩個 兩三個不一定要看 要好笑 要好笑 各位聽眾朋友 台灣Bar執行長蕭宇辰的分享 應該能讓你了解 歷史不只有一種觀點 一種聲音 現在教室中的課本 大部分是資訊的堆疊 而資訊必須轉化為知識 否則就淪為條烈士的危機百科了 從專案合作變成有體制的公司 台灣Bar經歷哪些歷程 接下來在體制外教育這條路上 他們又有什麼規劃呢 這只是Part1 喘口氣 喝杯水 繼續收聽Part2 才不會錯過蕭宇辰分享 台灣Bar如何慢慢打造自己的兒童品牌喔